天主,祢是我们的护佣,求祢眷顾祢的受负者,因为在祢的天愿一日,远胜他处千日。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我们今天纪念一位圣人,圣博纳多院长,他是西渡会。 他在法国,他的家人有七个兄弟姐妹,男的有六个,女的一个,他十五岁,他妈妈就过世。 那他还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他就跟爸爸讲了,说他要入修院。 那不只是一般的修院,传教修院,但是因修院,是西渡会。 那他跟爸爸讲了,讲了以后,他的弟弟们,他的兄弟们,也五个人就决定跟他一起进入西渡会。 另外一个弟弟,还有妹妹是在家,当他们要离开家的时候,他们就向弟弟,最小的弟弟就说, 弟弟,拜拜了,再见了。房子还有徒弟,通通都是你的了。 弟弟弟就看着他们,就说,你们是这样的方式来分我们的家产,这个是不公平。 你们得到的是天上的财产,而我是地上的财产,这个是不公平。 过了不久,弟弟也是离开他们家乡,进入这个西渡会。 所以他们六个人就一起在那个西渡会生活,上纳坡他成为圣人,其他的兄弟也成为征服。 所以这个家庭真的是很特别的家庭。 他到了修院,后来他就成为院长,他带领着他的弟兄一起走向城上。 那他不就是带领他自己的同修会,修院的弟兄们,他也带领整个的教会。 我们教会当初有分裂,教宗除了一个是在罗马,另外一个是在法国。 所以他就帮忙,到最后就,教会就回复这个同意。 那我们感谢这些的圣人,他们以他们的生活来牺牲,为了我们整个的教会。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得各位教友,承认我四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得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摧连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请大家祈祷 天主 天主 你在圣 那的院长心中燃起了对你的大家庭的爱活 使他在教会中放射光明 散步温暖 求你赢他的专求 恩赐我们也具有圣人同样的热情 努力成为光明之子 散度圣洁的生活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阿们 公徒 卢德传 明长时代 国内发生了饥荒 有一个人 名叫阿里莫勒克 带着妻子 纳奥米 和两个儿子 马赫龙和基勒雍 从犹大的伯利恒 到摩阿布 乡间去居住 后来 阿里莫勒克死了 留下妻子 和两个儿子 和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都娶了摩阿布 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奥尔帕 一个叫卢德 他们在那里 大约住了十年 马赫龙和基勒雍二人 也相继去世了 只剩下了那妇人 没有儿子 也没有丈夫 于是他便和两个儿媳 准备离开摩阿布 回本家去 因为他在摩阿布 听说天主 垂顾了他的子民 赐给了他们食粮 于是他们放声大哭 阿尔帕吻了 婆婆便回娘家去了 卢德对婆母依依不舍 纳米对她说 你的嫂子已经回到 她自己的人和她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她回去吧 卢德说 请你不要逼我离开你 不要抛弃我 你到哪里去 我也到哪里 你住在哪里 我也住在那里 你的同胞 就是我的同胞 你的天主 就是我的天主 纳米和他的儿媳 摩阿布女子卢德 从摩阿布乡间回来了 他们来到伯利恒 正是开始收割大脉的时候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翻以雅各的天主为福祢 寂妆 既� хват于上主 简欲于上主的真实有福 上主创造天地万物 海洋和其中的水族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上主信实 直到永远 为受压迫的人伸冤 祂给饥饿者食物 使囚犯获得自由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上主使瞎子复明 使受欺压者挺身 上主眷爱义人 保护旅客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上主扶住孤儿寡妇 使恶人迷失道路 上主将永世为王 西庸的天主万寿无疆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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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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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手 哈利路亚听说 耶稣使撒出塞人 闭口无言 就聚集在一起 其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耶稣 问他说 老师 法律中 哪一条 也是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 和他相似 你应当爱人如己 全部法律和先知 都习以这两条诫命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在刚才我们说听的福音 我想是我们也是很熟悉的 有法学士来到耶稣跟前就问 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诫命 为他们来说 是犹太人有很多很多的法律 有很多很多的他们该做的 有的不可做的 所以从这么多这么多的规定里面 哪一个是最重要 哪一个是最大的 所以他来到耶稣跟前就问 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 耶稣就跟他们回答了 回答他也回答他们 就是最大的诫命就是一个而已 就是爱 最大的诫命就是爱 那这个爱可以分成两个 先要爱天主 以后的第二是爱人 爱人如己 好 那我们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爱别人 我想在那个若王医书 我们也会看到 若王告诉我们 若王提醒我们 说我们为什么要爱别人 是因为天主已经先爱了我们 天主先爱了我们 我们就去爱别人 所以我们要去爱别人的原因是一 因为天主他本身就是爱 第二我们是被爱过 我们就去爱别人 我有一次去音歌 到音歌以后那再想想 哎呦我到了这里音歌 我也应该可以学习做杯子 也做那个盘子 我就进去做杯子跟盘子是一组 那这一组我做了也没有很大 好像很厚 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要怎么做 就是这样的 做了做了还这么厚 那就考了 考了以后呢就带回家 带回家 这个东西如果我给别人 别人看到 这个是怎么样的盘子啊 可能他们一下子就把它丢了 也没有 真的是不是很好看 但是为我来说 下面有许达氏 我写了我的名字 也这个字也没有这么漂亮 这个外国人的字也没有这么漂亮 但是为我来说 这个在我的生命中 第一个作品 我谁知道 我能够做盘子 能够做杯子 所以这个盘子跟杯子在我的办公室 我每天会用 另外一个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画画 他们会画的大小那个纸的大小是不一样 有的是也是还蛮大的 他们画的可能也没有这么漂亮 为我们看我们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好啊 这个OK好 但是为他本身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个是 同样的大小的一幅画 他们所用的也是同样的值 画的人可能也是差不多画的差不多 但是下面写的是Leonardo da Vinci 或是Michael Angelo 那这个画就是不一样的 这幅画就是不一样的 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著名的画家 他所画的 他画的是怎么样 我们看的可能是不懂 但是下面因为看到了这个钱名 是这么大的 那个游民的 所以这幅画的价值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可以成为是一个名贵的 的一幅艺术品 一个艺术品 所以艺术品是因为他的作者 是特别的 非常著名的 有名的 所以他的那个作品也是一样的 非常的珍贵 好 我们看到了这些的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也应该是一个宝贵的一个作品 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宝贵的作品 因为我们的作者 那个那个传造我们的就是 那就是天主他远远超过所有的力量 那天主他是怎么样的做我们 是跟我去学习做那个那个杯子 大概差不多一样 天主就下来 他就用泥土 这个泥土本来是一堆在那边 一大堆泥土是在哪里 是没有什么用途的 但是天主就是他不怕 他是把这个泥土用他的手来来塑造一个一个人 以后呢 变成你变成我 在里面他盖了一个帐 他所盖的帐不是 迈克兰杰罗 不是 著名 著名吗 我们台湾的 也不是许大士 但是爱是天主 他所盖的那个名 他所盖上去就是爱 爱就是我们的基础 是因为是天主是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珍贵的 我们每一个人是 这是无价的 是很特别的 是因为我们的来源是爱 所以我们的自己的生活 我们的基础也是爱 我们应该是在爱中而过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创造者 这个爱 我们也应该以爱去回报 回报他 那我们彼此之间呢 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以爱所塑造 我们以爱所盖下那个账 我们彼此的对待也是一样的 也要以爱彼此对待 所以在今天是耶稣告诉这个发学士 你们要先爱天主 要全心全灵 要全意要爱天主 你们也彼此之间的是要爱爱人 像你爱你自己一样 原因就是在这里 我们来自天主 天主本身是爱 我们的来源 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存在 也是因为爱 所以我们要以爱去回报天主 以爱彼此宽怠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旨意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笑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毗萨 呈现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未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徒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赐过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测于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宠 求你把非知其安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用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打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切信用你的人 卷弃成见 超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 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更利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上心人的 意愿和希望 脚脱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祈祝你多年 祈祝你相欠 朋友爱你人永远 让我们来欢欣 心得唱不论在何处 祝你右手在我四周安闻地付诅 祈祝你相欠 照顾你多年 照顾你多年 祝你相欠 朋友爱你之永远 然后 欢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